就像你收藏古董的时候 我觉得我想回到那个年代去 去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东西 很多人对肖南的爱收藏 作为一个传承的延续 现在很多人说我喜欢肖南 他可能只能讲他在奇才队的一些故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北法的时候就很猛 然后一直猛到工作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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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就是你都穿过了 对 你从这你能看出来我对哪一代比较中情 就是就会比较多 三挺多的 我看上面好多 三 三 十二 十一 四都比较多 六下边也有一些 当时的十七漏是肖南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 穿着鞋了 为什么买这双鞋 没买 这个鞋的颜色最好看的是有一个黑黄的 白黑黄配色 对 为啥没买那颜色呢 因为那颜色焦南穿着把球扣飞了 然后你就买你喜欢蓝色 对 我就买这颜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收一下 不收不行 因为作为这个焦南鞋杆很好吃了 必须要收一下 为什么我要把五跟六放在前后的 这有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支持而后勇 支持而后勇 焦南穿这双鞋的时候没拿走 他穿着这双鞋的时候他就拿走关键了 哦 就是五记录了他的尺 对 然后这封 九段六 这个已经不太行了 这个 就是一碰一追了 有点 对 这后边是耐个钩的 这是第一次复刻 有钩必火 对 这是第一次复刻 毕竟这个颜色也不是现在那种红 这是当年的那个红 这个更亮一些 我觉得 据说他有好多鞋都不能给我们展示 就是因为一碰就会碎的那种 所以就让他老老实实地摆在家里的仓库里 大家觉得鞋这个东西 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就是一个日常用的工具 穿了一个东西搭配的一个点 但对于玩鞋的人说 他可能就是一个文化传递 然后一种沟通的方式 就可能可以代替微信来沟通 其实现在部分就是新的这个snaker 他们看中的是一些比较绚业的配色 对 是 就是看中外观 对 因为很多人他不再喜欢 就像这种 这种 胶带十一这种很经典的 黑红 喜欢 对 你是喜欢的 很多他不喜欢 他觉得这个颜色 没有什么蓝的 红的 那种比较 对 但是这个我特别喜欢 15是最上心的 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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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很多这个胶带迷得很失望 嗯 就是 可能他觉得 Nike觉得他这种复刻 就只是一种情怀 那鞋我买过来就丢了 丢了 对 我给扔了 扔了 因为一开始我不太相信 这事 我把鞋垫抽出来一看真的没有 我就给扔了 扔了 对 我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有这么多喜欢你的球迷 鞋迷 大家都很执着地在追你 但是你做这种事 我觉得太高兴了 所以你觉得就是要复刻的话 还是要保持当年的原汁原味 对 那个配置还是要那个配置 可能 可能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比较落后 可能你觉得大家是在压满路 但是我觉得 魂不能丢 这个店今年6年 这个从一个末无闻的店 到圈里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只有五个人 只有五个人 对 只有五个人 三层这么大一个车上 只有五个人 对 对 其实我讲的就是 我说了我们都经营部队 我们做事就是这样 就比较执着 执着 对 喜欢一个东西 就是明年就要 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 修鞋也是 其实我现在很多收藏的修鞋 可能也不再穿了 或者是也不再去打球了 为什么还一直在收呢 可能你刚刚那个屋里头 你看到就有一些新的修鞋 嗯 对 就都在买 对 就是因为 有一些东西的配色 买回来以后 可能会 让你回到当年的感觉 你就不要比较小的 只要你的参与 你不要接受 是那个那《阿富翰》 是不是 就是你的参与 不贵的 你不要看 我说什么 你不要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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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贵的 我说你都不贵的 你不要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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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